名列全球十大航空公司的香港国泰航空大闹鸡尸荒 连特首李家超都看不下去了 国泰航空自去年12月以来多次取消航班 7号有27个班次取消 9号包括香港非台北的航班在内 共21架班次取消 国泰航空发表最新道歉声明 坦言机师不足的问题仍将持续好一阵子 国泰再发声明解释过 由于今个月的机师盈表早在12月中编定 令后命机师不足问题延续至今个月 原本以为是呼吸到疫情爆发 导致太多机师请病假 结果国泰航空公会透露 主因是2020年国泰航空管理阶层决策错误 一来结束港龙航空营运又大举裁员减薪 解雇一千名机师 加上一千名机师辞职才导致人手不足 香港旅游节目主持人向名声痛批 国泰航空知道机师不够 却加开航班照样卖机票 让人更傻眼的在后面 国泰航空官方账号在校民生发文下方留言 表示愿意协助 结果附上的连结 只能联系到AI自动问答的客服系统 国泰航空想恢复运力 至少需要三千名机师 但现在只剩两千多人 今年这波春节旅游忘记商机 只怕是看得到吃不到了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